你脫掉我的衣服 還要抱你 你脫掉我的衣服 還要抱你 就像在台動物一樣 陳抗女子被五花大綁 帶上警備車 由於赤裸上半身 女警們先是趕緊用外套幫忙遮蔽 再用保護約束袋 包覆女子身體 衣服有往上拉 他就順勢的把衣服拉掉 不認為自己執法過大 警方還強調有女警手指被折斷 不過仔細看 當時北車東三門外 只剩四十幾位民眾 警力卻多打四百人 比承抗者多十倍 這怎麼在 你不讓我們走 而且晚上十一點到十二點時 警方與民眾僵持不下 承抗者甚至不能回家或上廁所 律師團想突圍 卻遭抓上警備車 你們都是律師團 我們都會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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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時律師團共六人手持律師證 要走出去跟警方溝通 此時北市記獸所派出所所 所長蔡震翰突然下令驅離引爆衝突 來你這邊從洩震翰開始 馬上送出去 像這樣子的警察 真的不應該再穿上警察的制服 他連自己在抓捕人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才是合法的 都不知道 當時也被抓上警備車的律師 過了一夜還是很氣憤 痛批按照法律 警方只有在逮捕與管束時 能限制人民自由 這次被強制帶上警備車 警方卻說不出適用哪條法律 律師甚至還在警備車上直撥快半小時 警方粗暴對待 被承抗者律師廖化威權復辟絕對夠鬥底 解釋家立家園 台北報導